受到疫情影响,许多民众在一夕之间失去了工作机会,导致生活和经济陷入困境 新北市新庄建安里一间公庙,把普渡的物资全部捐出来,转交给里长,发送给弱势家庭,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新庄建安里办公处怎么放着这么多用来装百米的大袋子 仔细看,袋子里面装满了各项民生物资 原来就是里内一间九苗江浦度物资,共计一百多份,全数捐赠出来 并转交给里长王永华,由他代为发放给弱势家庭 好让民间这项传统习俗结合公益慈善推广更有意义 在里办公处看到的这些类似堆积如山的爱心物资 完全是由我们里内一个无级庆才公、公主、公主女儿 特别逢到咸宁高上帝的指示 这次普渡的这些物品都要完全化为那个爱心 来转正给我们里内的一些低收入户 非常感谢建安里的里长王永华里长 他也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这些弱势团体 非常感谢他 里长表示因为新冠疫情也造成许多家庭一时之间 失去了工作机会导致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里长感谢共助无事奉献 把普渡物资转为爱心活动 结合里办公处共同帮助弱势 行善意局令人钦佩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有很多家庭都要陷入困境 那借由这一次我们这个庆才公 庆才公这边这些爱心就对了 能够给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帮助的这些人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里内大家的一个爱心 面黄捐赠这些油米面条还有罐头等等生活物质 此时他们只想尽棉薄之力将这份温暖传递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身上 让他们感受到里内处处有温情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导